她一直都是很努力的 不管說是演員 歌手 好像看到互動變少了 嗯 這個事情 徐偉寧 陳和君祥很好 推追楊成林IG 忍讚她努力 Rebecca終於不在厭世 還化身仙女下凡了 徐偉寧靠不夠善良的我們 Rebecca一腳演技收到好評 不知道老公邱澤怎麼說 她非常喜歡 然後我先生非常喜歡 就是玉婷姐的戲 她覺得導演 她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會說故事的人 然後劇本也非常細膩 當然也是有稱讚我 演得不錯 但就是就如此類的 細節就會害羞了 她是一個蠻嚴格的人 就是如果她有稱讚 我就覺得很窩心了 居然都聊到不夠善良 最近何欣講的事情 沿上非常非常大的風波 會不會覺得說真的是 不夠善良 做得很好 因為其實我們拍完戲之後 也就沒有就是 各自都會在忙 自己工作上面的事情 所以 有關於她事情 我覺得我真的不方便 多說些什麼 她在工作狀態是非常的 我覺得是非常努力的 也都會很用心的 接收對方的情緒 對 所以在工作的狀態裡面 是覺得這個人是很 是很好的 是說韋妮IG取消 最終楊成林後 還有關心她的境況嗎 她一直都是很努力的 不管說是演員 歌手 就是她對我來講 一直都是很努力 我覺得大家還是多看 但她非常努力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做這個工作 其實也是希望自己的努力 被看見 好像看到兔洞變少了 嗯 這個事情 我覺得我們自己 私以下朋友的事情 也不需要跟大家 多做寶貝 也不要拿在檯面上說 好啦 那來聊點喜事吧 就是一直希望 還是能夠在秋天啦 但是至於哪一年的秋天 現在還真的沒辦法確定 因為她實在是細節太多了 我跟先生都是比較那種 隨遇而安心的 真的要詳細想一些這種 這麼細節的計畫的時候 是真的有點懶 盡快吧 今年應該來不及了 秋天變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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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